不能因为R星的作品经常以罪犯为主角 就普遍认为这家公司三观是歪的 那事实是呢 这个R星它的制作者还是有道德底线的 这个有些普遍认为R星会银会道 宣扬暴力是一种误解 今天呢我就替他们辩解一下 就是通证据呢 就是通过他们的作品之一 恶霸鲁尼啊 一款来源于儿童读的这么一个作品 看下他们的中心思想啊 是不是价值观很正 这个游戏是受到哈利波特的启发 一款小岩体赛游戏 但这个主角不是让玩家扮演一个 类似于腹地魔打魔头 在小岩里面乱卡乱杀 相反啊 他扮演的是有具有正义感啊 反对欺凌啊 帮助弱小的这么一个形象 你看这个价值观是不是很正 这两个作品一些小的类似细节 咱们不重复了 主要讲大的啊 这个神思的地方 也就是中心思想和他们批判的啊 东西是一致的啊 主要从两个地方来讲 第一是蛇院和附加子的地方 哈利波特这个学校分为四个分院 其他三个分院忽略 主要讲蛇院 嗯 也就是贵族学院 这些贵族呢 他们推崇一句人生宗旨 那就是强者理应统治弱者 弱者理应被奴役 换换咱们中国的白话 就是谁胳膊粗 谁就是王法 而且呢 还推崇学统论 讲究世袭 我死了后 可以把权力地位 割九层镰刀 传给子子孙孙 让千秋万耐 勇享富贵命 体验的行动上呢 就是见风使舵 看谁掌握强权 谁有军队 我就拥护谁 我不管谁上台 这个上台后 水平低下 或者是推出政策 对社会不共 我不管 我都支持啊 为的呢 就是能得到一些既得利益 能够保住自己的权贵地位 哎 能够把自己老不孩安排明白 那就行 所以说这一类人 眼里只有利益 没有立场 只有驻驻为虐 没有为民请命 你们社会底层民生 关我啥事 我这个社会精英 全棍阶层 只要看上面的脸色就行了 哎 就是讲的这么一类人 那游戏里对应的 呃 厄巴鲁尼里 就是这个 富家子弟帮 呃 名字叫 preps preps 预备役的意思啊 准备继承父母家业的富二代们 呃 这个帮卖标志呢 呃 也是一条蛇 这个帮卖首领 Darby啊 有着和哈利波特春雪巫师一样 啊 一头金色的头发 代表血统纯正 呃 这故事情节里边也有 为了保持血统纯正 进行结婚的情节啊 就是发生在这个帮派成员里 那么看一个细节啊 这个 Darby啊 他打斗的时候 有这个游戏里边 唯一的一套动画系统啊 他的这个 他这个拳击啊 有一跳一跳的 哎 你看 啊 这就代表什么 这个 他受过这良好的贵族教育啊 就是受过这个贵族的这个运动 什么赛马呀 这个拳击啊 啊 他这个就比较系统 像比其他小孩乱抡啊 他是一蹦一蹦的 他也有意思啊 他有一句经典名言 人生赢家除了血统 还需要屈员腹式和裙带关系 屈员腹式 谁掌权我和谁一伙 群带关系 特权精英阶级 啊 这个观观相互 互通有无 互惠互利 诸如此类啊 以上呢 就是这个舍远精神啊 就是这么一帮啊 缺少同情心 同情弱者啊 这么一帮自私的人 但是他们还是有人情味的 至少他们还 还有这个血统论 还得顾及自己 还得为自己的子孙后代铺路 他们还至少还有亲情 那么下面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人物形象啊 腹底膜啊 他连人性都没有了 他人性已经扭曲了啊 这就是第二部分 腹底膜 Gary 还有希特勒 腹底膜一出场 就把他爸爸杀了 作者就是通过这么个形象 讲 新童年的心理创伤啊 对一个人造成的扭曲 也可能这个人是 孤儿出身 缺少关爱 也可能是 政治运动中 家庭声援互相举报 也可能是天生残疾 总之吧 就是始终不认同自己的价值 极度的自卑 这种自卑心理 会伴随你的一生 有的人呢 就是通过基地方面啊 粉发图强 获得社会的任何来补偿啊 这种心理缺失 这是积极的 还有这种 福地摩这种 就是报复社会 福地摩拉杀无辜 希特勒也是 希特勒的童年心理缺失 都不能靠种族灭绝来补偿了 必须得非常大的刺激啊 才能解心中的这恨 这恨究竟是恨谁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谁也不恨 他就是恨 他就是 他就是想找刺激 想把这个社会搞乱了 向全世界宣战 虽远必如 世界级的大响动 才能让他解恨 欧巴鲁尼里的Gary 也是一样 有心理问题 剧情里边 有一个过程动画 Gary一出场啊 就在那抽搐 我给大家学一下 那个配音啊 你怎么了 我最近没吃药 他吃什么药 就是治心理疾病的药 那游戏最后 这Gary和主角吉米 决战中楼之巅 这个哈利波特电影版的 类似啊 吉米就问Gary 你非尽周折 又是惹祸 又是搞阴谋 你为了什么 Gary回答出乎所有人意料 我就是想证明 比你们都聪明 我就是想证明 自己是人生赢家 你何苦呢 你证明了又能怎样呢 费这么大劲 哎 这就是他的心理缺失 证明自己啊 比别人强 就是说明 他认为自己不如别人 对吧 就像希特勒 当年被美术学院拒绝 他就恨恨这受过 科班美术教育的人 觉得被歧视了 上台以后 玩命整知识分子 你越恨某人 就说明 你越觉得自己不如某人 那疯狂 往往来自于自卑 最后说一下正面东西 讲这么多阴暗心理 这两部作品 他主题都是 也许你有一个 比较坎坷的童年 但并不影响 你做一个政治的人 不一定非得走歪道 这个哈里呢 也是个古玩 但他并没有像 弗洞摩依一样 掌握了魔法 对他童年 他的亲戚啊 对他不好 他掌握魔法以后 并没有报复啊 并没有把他亲戚杀了 这个游戏里边的主角 这个基敏 他呢 母亲啊 频繁改嫁啊 他 呃 虽然很愤怒啊 整个游戏里边 他的表情都是那 那样的啊 非常扭曲 但是并不影响啊 他 帮助弱小 反对欺凌 而且游戏最后呢 这个 结尾啊 这位校长 推举他 作为 学校的负责人 但是他推辞了 他推举了 他推举了另一个啊 虽然弱小 但是 道德品质 非常坚定的 Peter 为什么拒绝 因为他认为 自己心里有问题 容易走极端 这也是开发者 想表达一个价值观 那就是权力 容易让人性扭曲 你本来心里 也就有问题 给了你权力 你假如用公权力 已经私人报复呢 啊 一拍脑袋 开倒车 这老百姓不遭殃了吗 所以说 这个大拳 他希望了 人来看 大拳一定要给这个 童年幸福啊 成长过程中 没有波折的啊 哪怕他的能力弱一些 啊 也不能给那些神经病 这游戏里 万圣洁 这一轻轻轻力 这三个人打扮 也体现了 这三个人的心理状态 这吉米呢 打扮成了骷髅 这Gary 打扮成了纳粹 最后呢 这个大拳 还是落在了这个Peter 人家是这个兔子身上